大家好 这次想聊一下就关于程序员是不是青春饭这个问题 因为今天又看到新闻啊 比如说一个是讲这个keep裁员 对还有一个是说这个阿里要实现这个 批八全部35周岁以下 但这个已经被辟谣了 就是说是一个谣传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会这个空穴来风 对其实我刚毕业那会对于程序员是青春饭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屑一顾的 因为我感觉可能 随着这个 年龄的增加月底的增加然后知识的增加 我觉得应该是越老越吃香的 对但其实这几年包括各种工作环境 还有我经历的比如说上年经历过裁员事件让我开始慢慢的 对让我开始慢慢的反思这种说法 对可能我感觉在国内 说程序员是青春饭我感觉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 对我基于我的这个观察来讲一些我看到的现象 就首先就是 互联网融资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了 就可能我就记得一几年的时候 创业节就非常火热 可能随便 搞个PPT啊然后讲讲自己的这个想法就能融到不少钱 但是近几年应该会越来越难 对另外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互联网比较吃香 所以这个 人其实转行的还是非常多的 就是我可见的就是 有很多专业的同学都转移到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 对另外的话其实 随着这个计算机行业 比如说我们写代码轮子造的都非常完善了 其实大部分人员都是在用轮子而不是在造轮子 所以其实可替代性也变得就对还是比较容易被替代的 另外的话可能就是 国内主要还是偏业务吧 可能有这个商业模式上的一些创新但是真正的技术公司还是比较少 所以有人调侃了中国只有互联网但是没有这个计算机科学 另外的话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风气就是普遍来说就是加班还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很多人年纪 大了之后他可能没有办法兼顾这个 比较大的工作强度还有这个家庭的一些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综上这些原因就导致 互联网 就真的可能就是在吃青春饭 但我们不排除还是有很多这种 比较人性化的一些公司的 但中国的公司可能都是比较提倡狼性 就是不太提倡这个人性化管理 但这也是因为这个互联网领域竞争非常激烈的 一般都是寡头垄断 可能第二的话就很难 生存下去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很多领域都是这样 包括这个社交领域 包括搜索领域 这个都是这种寡头垄断 基层的互联网员工其实是很难有这个铁饭碗的 而且大家发现其实互联网领域 他的跳槽或者是离职率其实还是 普遍比其他行业要高很多的 就比如说在互联网行业可能一般两年都算是待的比较久的 大部分可能也就是不到两年左右就开始跳槽 然后去别的公司 好最后其实想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当然这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所总结的一些建议 首先就是打好这个基础尽量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因为发现我现在无论 工作几年出去面试的时候发现还是问的比较底层比较基础的东西 对如果你比如说长期写三山改查的话其实就非常的危险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可能就是要建立一个这个理财的意识 就比如说其实我实习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 周围的同事就开始去投资 去投资基金或者是股票 对那段时间我就了解了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就是光靠一些理财也有 这个一些收入 当然可能理财也不会发财 主要还是说通过理财来去建立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消费意识 还有就是需要特别注意这个不要乱投资 就比如最近可能区块链又火了 但是之前很多投资这个空气币的人都亏的这个倾家荡产 比如说之前知乎上一个比较 出名的一个就是一个博士学位的人 他依然投了十几万就亏的基本上就没剩多少钱了 所以如果大家不懂的东西尽量不要去接触 就是当大部分人开始进场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一下 自己是不是这个被割的这个命运了 你其实像我还是比较保守的 我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些定期理财 或者是投资一些指数基金 对他们这个可能收益也不是很高 但是风险也相应的也会小很多 好下一条建议可能就是要 尽量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影响力吧 就比如说我之前在职务上写了很多关于Python 关于这个 Wayme的一些博客 甚至还录了很多这个视频 所以后来其实 上年我经历过裁员的时候 甚至很多这个 就是培训班的朋友 找到我说让我去能不能去 他们那工作 对当然其实我感觉自己可能 还需要磨练磨练 就没有考虑 对其实这也是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多去写博客 或者是 写一些东西 然后建立一些技术影响力 其实 未来的路子会宽一些 对再比如最近 此月他翻译了一本这个Wayme的书 就可能很多学习 Nodejs的人都知道他 技术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他找我就是写了一个关于Wayme的 一个书的一个推荐语 对其实这也是因为你 我在比如说 周上放了非常多的这个Wayme相关的 教程 然后就会有人去找上你 就甚至很多 出书的人也会找你 就是想让你说愿意愿意去写书啊 或者是什么的 对这其实也是 长期建立技术影响力的一个这样一个 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但他需要就是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积累跟这个 总结 所以其实这个也算是也算是比较难的 但是 最终的话收获还是挺好的 最后一个建议可能就是 提倡这个多元化发展吧 就比如说我个人其实 除了工作之外 我业余就会做一些这个技术相关的一些小视频啊或者写写博客等 但其实这个主要还是都是跟我工作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我做的视频大部分还都是 偏编程啊或者是我用到的一些东西 对之前其实有这种说法叫斜杠青年 就是比较流行就只有副业的这个人 但其实从我的观察来看还是要以主业为主 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去做自媒体或者什么的 其实 还是很难有一些太多的这种业余收入 但是你这个工作技能提升 确实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工资大幅的增加 对这个是我是深有体会的 好的这就是我的基点建议怎么说呢 当然有人说可能是在贩卖焦虑 我觉得吧就是你不能光看到这个某些东西比较风光 还要意识到他这个潜在的一些风险 对因为其实比如说我说我经历我裁员 其实我是时刻做好假如我半个月内失业 我应该怎么办的这种准备的 工作这几年我其实也越来越意识到 作为一个可能互联网的基层员工来说 真的是 就是没有铁饭碗之说的 这也是希望跟大家共勉吧 就是既能看到机遇也要意识到他的这个风险 那是コメ speaking的 然后再给他们看看 我能跟着你 还是一个人的解决 就是这个лей细备 那小似的解决 就像个人之一 在自己的解决